他们先后获得过美国格林优秀学生奖 刷新了全美参加国际艺术博览会的最低年龄记录 他们被美国天才儿童视觉艺术界的权威人士认定为天才 天才儿童视觉艺术界权威人物本瓦伦丁撰文说 能有幸目睹这对天才姐妹史无前例的艺术成就 真是奇迹般的经历 他们就是来自于波士顿年仅14岁和10岁的美籍华裔姐妹花 饮亮钱饮亮景 2011年10月16日 这对拥有神奇画笔的姐妹花 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举办画展 联手展出32幅作品令人惊叹不已 神奇的画笔美籍华裔姐妹小画家饮亮钱饮亮景作品展 再次开幕了 这里是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 此刻正在举办的这个美术展览令人眼前一亮 因为展览的主人竟是两个来自于美国波士顿的 被誉为是天才的小姑娘 开幕式上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万基元 以及本次活动策展人乔万军先生在致辞中 都不约而同地为这对天才姐妹花叫好 这两位姐妹是一个天才花家 小小的年纪花出这么精彩的绘画 不是天才你无法解释 我最大的一个动静作品 一是天才毫无疑问的 其二我觉得呢 我应该把他们俩介绍到中国来 我叫饮亮钱 不久前我刚刚过完我14岁的生日 我现在在美国读十年级高二 开幕式上 饮亮钱饮亮景先后发表讲话 因为两人从小就在美国长大 汉语普通话差一些 姐姐说的倒还可以 而妹妹的讲话 不时惹得现场嘉宾 发出阵阵善意的笑声 我叫饮亮景 我十岁了 今天我非常高兴 人在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里是北京御渊潭公园 正在园内快乐玩耍的两个女孩 就是美籍华裔姐妹花 饮料钱和饮料景 刚刚举办完画展的小姐妹 借此机会好好地放松一下 姐姐饮料钱身材高挑 着装极具个性 着装风格和其画作一样 有形有款颇具未来感 她在给记者阐述 一幅作品《克隆时代》 寒意时说 这幅画描绘了一个机器时代 主要采用冷色调处理 五个相似的造型 表示那时的人没有区别 我目前最喜欢的一幅作品 是我12岁之后创造的 名字叫做《克隆时代》 这幅作品的规模非常宏大 就差不多有三米乘以六米 在作品的内容 是由五个基本相同的人物组成的 它所体现的内容 就是说明了 克隆时代来临的时候 地球上人的繁殖的过程 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又多了几种可能 当那时候珍重克隆 时代来临的时候 人的个性就会失去了 那时候社会将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呢 地球上将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呢 让我很想知道 我很想知道那时候 人类将会是怎么样 地球将会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说完了姐姐 我们再来看看妹妹一亮景 这个在八岁时 就被艺术圈内人士 与马迪斯和毕加索等大师 相提并论的羞涩女孩 面对镜头 流露出罕见的成熟与平稳 在讲起自己的作品 寂静之地时 头头是道 她说这部作品之所以 用黑色做背景 是因为她觉得黑色很神秘 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宇宙 黄色是地球 蓝色是海洋 上面的人形是人类 她想用这幅画来表达一种爱 《旧情大帝》这幅作品 喜欢它的原因是 这幅作品尺寸比较宏大 画面也是比较神秘 用色也是比较大胆 所以我很喜欢这幅作品 姐妹俩的这些作品 创作主题丰富 技法娴熟 色调大胆 尤其是对空间关系的处理 更是独具眼光 显示出极高的艺术天分 姐姐引亮前 无疑是一位现代的 文艺复兴小画家 她的创作色调大胆 却不过于沉重 她对造型和形式的拿捏 游刃有余 她对于三维空间关系的处理 熟练 老道 她的绘画技巧真于完美 而妹妹尹亮景 三岁时在幼儿园 她所汇救的 具有未来主义风格的人物造型 便将老师震惊了 四岁时 其特殊的艺术天才 就已经展露在 用丙烯颜料做的布上绘画 作品所表现出的成熟 远远超过其年龄数十载 人们不禁要问 这样的作品 怎么会出自一个孩子之手 眼前这位年轻的女士 就是饮料前和饮料景的母亲 刘女士 她表示 孩子父亲从事生物技术 她自己从事于建筑工程 家里没人从事艺术 也许她们的工作性质 无形之中对姐妹俩 有了某种启发 我是从事建筑设计的 所以两个小孩从小可能 受这方面有点殉导 我最早发现那个亮浅 在这个艺术方面有天赋 是在她一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很忙 从事这个建筑设计 然后她就在地上爬着 那时候还不会走路 就拿着我那个做建筑设计 用的那笔呢 这钢笔在那里画了 画出来的东西呢 就一般小孩呢 我觉得都是是这样子 是这个擦来擦去的 她能成形 画出三角啊 就虽然是不怎么规则 规则圆形啊 我觉得就挺让我吃惊的 采访时刘女士介绍说 一辆钱和一辆井 对绘画的兴趣 纯粹是天性使然 作为父母 她们并没有给予太多的指导 也没有请过老师 她们只是不断地鼓励 希望她们能够自由发挥 我们没有专业的 就是说往这方面去培养 或者说是引导 还是大部分以认其 认其的天性 自然的表露为主 通过刘女士介绍 我们不难发现 饮料钱和饮料井 成功的秘诀就是 自由发挥 大胆想象 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羁绊 刘女士还透露一个细节 那就是姐妹俩爱好广幻 或许这反而有利于绘画创作 这两个孩子呢 就是非常喜欢阅读跟写作 也很喜欢音乐 当然她们的学校里的各种课程 都非常喜欢 这些她们的喜好 她们的兴趣的话 对她们总体的艺术创作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从小我就非常喜欢阅读 所以小的时候 就阅读了好多神话 各种各样的传说 所以我的作品中 有好多东西 可以跟这些神话传说 有一定的联系 我对画画以外呢 我很喜欢看书 很喜欢写作 写作是从六岁开始写 已经写了好多好多小说了 我也喜欢音乐 喜欢弹钢琴 我觉得这些活动 总体上来讲 对我的绘画是非常有帮助的 虽然绘画时间不长 而且没有经过指导 但是姐妹俩的战果可谓绘画 音乐前十岁时就已经参加了 拉斯维加斯国际艺术博览会 与成人画家同台现役 音乐前多幅作品被收藏家们收藏 单幅画作的拍卖价格达到2.8万美金 在这次博览会上 音乐前创下了全美参加国际艺术博览会 最低年龄的记录 而在2010年 这一记录被当时年仅九岁的妹妹 音乐井打破 毋庸置疑 这是一对地地道道的天才姐妹花 这是一个铁材画家的画 为什么这么说呢 达芬奇在五岁时候做画 这两姐妹呢 姐姐一岁开始画画 五岁开始勋斩 十岁的时候在国际上都享有盛誉 她说走过的道路 这种是铁材的艺术家所走的轨迹 为了给中国的儿童艺术创作 提供新的启发与借鉴 同时也为了促进中美民间 尤其是两国青少年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所属的 中国对外艺术展览有限公司 因此主办了这次 美籍华裔小姐妹绘画作品展 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我们有很多的天才 但是因为没有及时地瓜绝 很可惜通过这样一个活动 能对这个方面有所影响 他们成功的另外一点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框架 所以说他们才会很自由飞起来的时候 他可以自由地飞翔 也希望把这种最美的东西 与所有的小朋友们 与艺术爱好者跟他们共享 虽然本次画展已经成功落幕 但是一亮钱一亮景 这对美籍华裔小姐妹 那神奇的画笔 一定会令人久久回味 并带来许多意外的启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